晚安 你好 歡迎準時收看漲跌密碼 台北股市今天是再度的開低下挫 再創本波段新低 中場市下跌了341點 收載16303點 成交量是2975億元 今天的排是該怎麼做分析 現場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是大宇國際投顧的張宇明分析師 歡迎您 民族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陳義群分析師 歡迎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還是怎麼做觀察 我們先來請教張宇明老師 好 今天是以跳空下跌方式 中場跌了300多點 大盤2020年到現在 已經跌了1900點以上 如果從最高點18619算下來 已經2300多點 所以你想想看這一波 如果你沒有把方向作對 那一定是傷得非常非常的重 我們看今天的開盤 好 今天開盤一開盤 重錯 將近400點 20大利股全面截黑 每一個在線上 全部都是歐罵 好 那我們看今天跌到這裡 最低點 天啊 這裡是 去年的 12月 那如果到這裡 天啊 這已經多久了 從這邊 已經16個月的低點 差一點跌破了 差一點點跌破 已經來到了16個月的低點 那一年才12個月 代表這將近一年半 買進的籌碼 全部套牢 所以你看多可怕 多嚴重 你看今天這樣一跌下來 天啊 跌到16個月的低點 所以你看這個套牢點 不能輸不完 好 那我們從大盤這一波來講 目前2020年到現在為止 總共是跌了1915點 那如果從最高點18619算下來 到目前是2316點 也就是說這四個月 跌了2300點 跌得非常非常的重 也非常非常的深 我們剛剛說跌到了 16個月的低點去 好 那你想想看 投資朋友 有一個投資人說 老師 做多的時候 每個都很準 因為兜頭在漲 一會兒漲 一會兒漲金融 一會兒漲鋼鐵 反正講什麼都對了 做多的時候 每個都很準 一旦大盤轉空 剩下一個人準 其他通通不準 一旦大盤轉空 全部掛掉 只有一個人準 其他都掛了 投資朋友 你想想看 為什麼會這樣 難道是真的 每個都看不懂嗎 我不覺得 我不是這樣想 那你想想看 年限 半年限 季限 月限 全部四條均線往下 這不是今天 已經發生很久了 而且已經發生了 四個死亡交叉 月限破季限 月限破半年限 月限破年限 季限破半年限 股價早就跌破 所有均線了 投資朋友 這怎麼可能看不懂 死亡交叉 當然不好 好 怎麼會叫死亡 所以你看第一個 死亡交叉 月限破季限 天啊 那很久了 很久以前了 對不對 所以想想看 這怎麼可能看不懂 不會有人看不懂 那為什麼 大家不願意告訴你 到今天還在凹 對啊 得2000點了 還在凹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這樣 再繼續下去 你大概會傷得很重 真的全市場 眼睛都下 只有張一鳴眼睛 是量的 不可能 沒有這種事 不可能 為什麼這樣 我講給你聽 這四個月 做多跟做空 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記得我剛上 投顧來的時候 那個老前輩 當然他們都是好意 他就問我說 你做股票是只做多 還是多空雙向 我說大盤會漲會跌 我當然是多空雙向 怎麼可能只做多 不做空 他說你千萬不要講空 你講空你就掛了 我說前輩為什麼這樣 一講空投資人馬上 你看大盤漲到18000點 每個都說要上20000 對不對 這樣講有生意做 上20000 上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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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大盤在漲啊 你要怎麼認同你是 高點要開始跌了 不認同啊 這時候會怎麼樣 你的客戶就馬上急說 他說雨明你有沒有開車 開車開台車到最後 你縮開 突然間你縮斗發不動 引擎發不動 縮開就要磨擰鼓 磨擰鼓 一台車幾十萬 不得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漲的時候 你突然講 這個地方是高點 轉空了 你的業績轉空 縮開 磨擰鼓 業績 急速掉到 低點 幾乎0 所以你千萬不要講空 你講空就死了 業績馬上 咻 掉下來 磨擰鼓 引擎開 同意思嗎 所以你千萬不能講空 我說好 前輩我收到你的訊息 感謝指導 但是說真的 這20幾年來 我從來沒聽過他的話 該多我就多 該空我就空 高點轉空 我就講高點轉空 說真的 我不會在意這些 業績馬上急縮 急縮就急縮 以前或許還有別的老闆 因為我以前是別的員工 老闆會 你怎麼 業績這個月這麼差 關心一下 現在我就是老闆 所以不會有人講我 所以我沒有關係 懂意思嗎 所以想想看 做多做空到底有什麼差別 如果做多 生意怎麼樣 繼續走高 因為你講多 很多人還是繼續要參加 都要漲兩萬 繼續跟你加入 但是因為行情跌下來 慢慢生意 業績一直掉掉掉掉掉 因為很多人做錯套在裡面 包含會員的虛約全部都掛掉了 他沒錢怎麼虛約 沒賺錢怎麼虛約 全部業績 高點開始掉掉掉掉下來 這是講多的人 那前面繼續收 沒錯 那反過來講空的人 講空的人我本來業績好好的 突然突然塗開 我嚇死了 沒有業績了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講對了 慢慢的怎麼樣 開低走高 很多人看了認同了 原來詹明講的才是對的 最後怎麼樣 我業績一樣上來了 現在我的高峰就是當時 別人的高峰 等於是沒有差 就講多這樣 業績慢慢掉下來 講空 急缩 然後慢慢搭上去 一樣 其實一樣 但是有兩個重要差別 講多做多 害死一堆人 你看 今天來到16個月底點 你害死多少人 對不對 說真的 我很怕 講錯了 去傷到別人 因為包含我們的客戶 我們的粉絲 甚至不相干的人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傳人稿 在網路上 穿來穿去 穿來穿去 很多人都看 那你講錯會傷到很多人 所以我們都很害怕 你講錯了 那我們良心會過意不去 那我們做空的人 很簡單 我跟你講 我早就跟你講 格局不對了 那我們會幫到人 會 我們的客戶不會去買多單 我扣了客戶講 不要去買多單 你再跟他們講 如果你有自己買多單 趕快出 我節目也是這樣 跟你解盤 沒有錯 所以我們會幫到很多人 說真的 這幾天 每天最少都收到 三分以上的禮物 所以我都看得 比較感動 因為以前 散戶是不會 那現在會員 很容易就很感謝 可能他參加舞 他旁邊鄰居 也參加很多別人 別人都輸到 脫褲子了 只有他送很多錢 感謝張老師 他家裡剛好賣水果 他就去 三間又收到 兩箱葡萄 超大顆的 好像日本葡萄 那麼大顆 先準備一份拜關工 剩下來洗一洗 發給員工 大家吃 桌上當然會幫我擺一盤 一邊看盤 一邊吃葡萄 好舒服 好開心 這種心情是不一樣 老師你沒有200塊 當然有 怎麼沒有200塊 問你別人送的 感恩的葡萄 那個吃起來特別甜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說很簡單 我們幫助到很多人 我們不會去害別人 當然如果技術不足 能力不足害別人 那也沒辦法 那反過來如果說 看得懂又違心 就害到別人 那就不好 你明明知道 轉空為什麼他要講多 你不可能不知道 知道為什麼他要講多 害到一堆人 這樣就不好 這是我解盤的理念 所以我們公司人很少 福音室就是我一個 你也不要介意 所以第一個 我非常嚴格 我對老師要求非常高 如果你到公司 在那邊鬼魂摸魚亂騙 那我真的叫你滾蛋 所以我們公司 就是一直人很少 這沒辦法 因為很多人 沒辦法接受我的要求 他可能不習慣 我的要求就是這樣 好不好 那我們看台積電 代表性的股票 當然是 台積電是我們台灣 專利最多的公司 護國神山 現金最多的公司 錢最多的公司 所以當然沒話講 這當然是關注焦點 但是你發現 這一波688 今天跌到這裡 天啊 今天跌到 這個 600多塊了 好像600 不是600多 不好意思 跌到500多了 527塊了 那你現在這樣一跌下來 你看會多少人受到重傷 今天跌到524 多少人會受到 很大很大的傷害 對啊 當然看到這張股票 讓我想起 在高點的時候 台積電最高是688 那有一天我的YouTube 有一個留言 這個留言到現在 我印象非常深刻 留言是這樣寫的 這在今年1月中 就是台積電最高 688的時候 的一個留言 這個傢伙說台積電不好 這個傢伙當然就講我了 他很不屑 這個傢伙 應該是人之旁 這個傢伙說台積電不好 這個傢伙就說過 我說台積電不好 他不爽 不好 怎麼會拉到688呢 這個傢伙說台積電不好 好啊 那台積電很好 你就去追啊 你就去買 你就去買 那這時候你賠的 不是嗎 所以沒辦法勉強 那為什麼這邊盤整 盤整完拉高 盤整完之後的拉高 創新高 所有指標一定全部翻多 那為什麼傢伙跟你說這裡不好 沒有一個理由 那你怎麼變龜轍啊 那為什麼跟你說那裡不好 對啊 盤整 指標在這個啊 會開始慢慢啊 凌走在多空方向 拉高之後 所有指標都翻多 翻多為什麼傢伙跟你說不好 如果好為什麼跌這一段 看到嗎 台積電跌到16個月地點 你看買進去的 如果你沒出全部都掛來 為什麼傢伙跟你說不好 難怪這個留言不爽 這個傢伙說台積電不好 很不爽 那最後他應該 很後悔莫及 好不好 為什麼 這兩個判斷 所以說 剛好一點點 公平不得三千錢 就這麼簡單 你會覺得百思不解 怎麼可能 所有指標都翻多 為什麼傢伙說不好 而且全市場只有傢伙說不好 而且我講對了 太神奇了吧 對不對 好 我就跟你說 江湖一點絕 說破不止三文圈 原來這麼簡單 原來你也可以用 對啊 問題 你不知道要怎麼用啊 不是嗎 來 方法就在這裡 張愛民書上有寫 理屋第600折有寫 好不好 怎麼運用 日線對不對 當然不對啊 這怎麼會對呢 不對很久了 張愛民可是你的日線 688的時候沒有轉空啊 來 日線要看 週線也要看啊 我不是講過了嗎 日線當然不對 688的時候日線沒有轉空 來 週線呢 週線這裡就688 在這裡有沒有 是不是1月21號的時候 有啊 在這裡啊 688 這一條就是週線最高點 那你告訴我 有翻多嗎 沒有啊 那為什麼週線不會翻多 這就是有問題啊 所以我知道有問題啊 懂意思嗎 當然你也可以講出你的方法 那時候現在你找不到這樣的方法 那我已經幫你找到了 你就可以用了 你也不要再堅持 老實說我要再找10年 把這個方法找到 你不用找10年 你找一年你錢就輸光了 還找10年 對不對 很簡單 就這麼簡單 哦 原來如此 對不對 是不是很有趣 好 那連電也是一樣 連電已經跌 快四成了 跌很深 很多人受到很大的傷害 對不對 那這不是空投格局嗎 對啊 張愛銘不是早就跟你講 這連電轉空了嗎 而且壓力非常沉重嗎 你看我這四個月解盤 我什麼時候跟你講 連電對 我一定跟你講 連電不對啊 我的節目不是只有我的會 你在看 很多人坐在看 他可能暫時 還沒有那麼多錢 只有買一張 老師 抱歉啊 我只能買一張 有時候會打電話 跟夫人講 我們支持張老師 雖然我只能買一張 但是我支持張老師 張老師講的股票 錯的 轉空我絕對不會碰 有一天 當我賺大錢的時候 或老爸把財產給我的時候 我會參加張老師的客戶 很有趣 這對不對 這當然不對啊 那你怎麼買連電這種股票 這不是空投格局嗎 對啊 那周縣呢 周縣也不對啊 看到嗎 這完全不對了嘛 那你去買它 怎麼會對呢 你做這一段流 你可以賺好幾倍啊 你來到這裡就不對了嘛 看到嗎 好 當然因為連電的事件 也讓經濟日報 出手打自己的小孩 這是很 打自己小孩給別人看 說真的有點謝罪 你像平常爸爸 準備把自己小孩過來 來 鄰居都來看 打屁股 打屁股 他一定是很頑皮 搞不好把人家的花瓶 很漂亮的花瓶打破了 不得已 把自己小孩抓過來 來 王太太 鄰居小孩來來看 你看我都打小孩給你 打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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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乖呢 打小孩給別人看是很丟臉的 好不好 那經濟日報為什麼要出手打自己的小孩 有人說他是經濟日報的選股冠軍 那選股冠軍買了什麼 買了連電 他說連電60塊以下都是老天爺送的禮物 結果跌要40幾塊 那一定很多讀者去抗議 三十斤幹丟 所以沒辦法出手 登爆 打自己的小孩 說我們這個 打給別人看 很丟臉 說真的很丟臉 可是沒辦法 誰叫你要講錯 對不對 所以你很講 你這樣講錯 那傷到很多人 現在跌39%了 好不好 所以為什麼他會講說連電很好 因為他一定看這個 連電營收連9G創新稿 他一定看這個報紙做的 一月份 因為到四月了 對不對 所以這四個月買進去 很簡單 他就傷了 脫了一屁股 輸了一屁股 不是嗎 你要看這個報紙不容易 連電連續9G營收工頂 他就把這個當作聖子 你知道嗎 聖子知道意思嗎 聖子到怎麼樣 可以鼓中心 聖子到 跪下 萬歲 萬萬歲 跪在地上 看到聖子就跪下來了 對啊 營收是聖子嗎 當然不是 你幹嘛把他當聖子 那如果你這觀念都搞不清楚 那就去買連電 那買連電 就賠了一屁股 最後被人家打小孩了 對不對 小故事 爆破 祭司接線 有一個電影 這是劉德華演的 那有個祭司在那邊接線 因為要演一場爆破戲 那爆破就是要爆炸 砰 在那邊接線 紅街綠 藍街白 這樣接 那這個祭司沒有聽清楚 師父講的話 他在那邊接 到底是藍要接白 還是紅要接白 搞不清楚 哪一條接哪一條 然後就有一個人 走過來 拜卡這樣 一搏一搏 走過來 我跟你講 那個白要接藍 紅要接黑 這樣 謝謝 請問你誰 我是你師父的師兄 是 師叔 師伯 厲害厲害 感謝 很高興就在那邊接 那個人就走 一搏一搏就走 一尾師父拿一罐涼水回來 看這個土地接得怎麼樣 跑個鐘巴蕊 你怎麼這樣接 你這樣接會炸死你 你怎麼這樣接 剛那個你師伯講 你師兄講 你為什麼要聽他的話 他說是你師兄 你別看他走路怎麼走嗎 他一搏一搏 你要跟他一樣嗎 他就被炸傷了 你懂嗎 不聽話 亂接 老師教不聽 你不要看他走路怎麼走的 即使 不要亂聽 你要亂聽 你就把你腿都炸斷了 懂意思嗎 不要亂聽 線不要亂接 懂意思嗎 真的那麼簡單 那誰不會做股票 不是嗎 專業人士在本業上 要不斷重施 沒辦法 誰叫你 要在這個行業裡面重施 否則有一天會帶來四個字 自己欺辱 講錯盤了 自己欺辱 我的美工也是很有意思 美工跟我兩年多了 他說老師 不是自己欺辱而已 還有四個字 我說哪四個字 他說害人害己 因為把霍言害了 把粉絲害了 自己也受不到業績了 丟臉 所以不是 自己欺辱 害人害己 我說好 就把另外一張圖卡 做害人害己 真的 所以老師不能講錯盤 講錯盤真的很丟臉 被人要笑死 好 蹲泰 還有一支 這個也是做選古冠軍 亂買的 你看 跌丟幾方 詹艾明你蹲泰有提醒嗎 有啊 最高點在這裡 294塊 什麼格局 低線短下面場 邪惡的第五波 有沒有講 有啊 掉下來了 這一波 這個圖是 這裡就是 2021年10月 這裡應該是8月 最高點 這一波最高點 就這裡 就這裡 最高點這裡 發生了 有沒有看到 低線太短 邪惡第五波的特徵 最近 這個叫什麼 低線短 一個腳不對 你這裡坐上去會跌倒 好不好 這叫邪惡第五波 最近 這格局怎麼會做多 所以很簡單 如果你亂聽 亂做就會傷得很重 好不好 好 大盤 16個地點 你看 受傷人有多少 數不清 為什麼 10家 你去逛夜市就知道了 服裝街 10家裡面有9家賣女裝 女生就喜歡買衣服 男生衣服買得少 有男生一件衣服穿3年 穿5年 穿10年都有 女生就每天要換衣服 所以服裝街10家9家都賣女裝 對 為什麼 婚姻師 頭這邊 這四個月 每個人都在講多 閃途就喜歡做多 講空沒生意 對 所以有時候良心就藏起來 你喜歡講我就講 你才會繳會給我 我從來沒有這種思考 我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這樣害人不好 好不好 這不是空投格局 多簡單 多輕鬆 多明白 不是嗎 到目前為止 修正完畢了沒 沒有 三個臭皮匠 剩不了一個祖國亮 3000個都剩不了 老師全市上 100個99個都喊多 只有你喊空 那最後還是我對 同意是嗎 語錄早就有寫了 128條早就有寫了 三個臭皮匠 剩不了一個祖國亮 3000個都剩不了 所以你這樣懂道理了嗎 做多做空 不是投票 100個99個講多 那就會多 不是這樣 不要搞錯 好不好 這些時間你把它省下來 去做更有益的事 你每天看一大堆報紙 對不對 新聞 看一堆網路的消息 看一堆財經解盤 有用嗎 有啊 就造就你今天套了一屁股 所以你要這樣做 都不對 你不要再這樣做了 時間省下來做有益的事 老師這樣我怎麼做股票 看對的人 那個人講什麼 你就跟著做就好了 還不簡單 你看這都沒有用 沒有用就不要看了 那看誰講對 你就看他就好了 好不好 但這個偉一樣 19個 16個地點 所以你看傷了多重 買進去套了一屁股 電子股 原來也是空投格局 到目前沒有修正完畢 好 能看見危險就不是危險 有沒有道理 你只要轉空就不要買 反手做空 那就不會危險了 懂意思嗎 好 詹明什麼跟你講 我217號就第一筆空談 2122到現在 今天 4月27 我沒有任何多單 全部都空談 這樣懂意思嗎 這才是對的 好不好 好 真的有講 217號有講 三個1000萬有沒有 千萬小心 千萬不能 不能攤平要停損 有講電視畫面 對不對 217號電視畫面 有沒有 2121跟你講 開始要以天屠龍了 大凡電視 要以天屠龍 太感動了 你們覺得太感動了 如果你爸的話聽進去 你怎麼會套 現在怎麼會套 任何一檔股票 我不會馬歐報 只會馬全炮 真的有講 有一種真理叫 事實勝於雄辯 有一種 卓越叫望塵莫及 對不對 有一種無可期待 叫做獲利 獲利用也是無可期待 對的人 當然就輕鬆泡茶聊天 好不好 數不完 真的數不完 太開心了 一張空彈真的會救你的命 空彈你就不會想做多 你在高雄不會在台北 有沒有道理 我賺一塊錢 都比你賠一萬塊多 好不好 強太多了 做對做錯 差2.4倍 千萬不要做錯 好不好 時間的關係 什麼時候會落底 注意看 答案告訴你 像這樣 看到嗎 三線翻多就落底 就會開張 大盤電子股都一樣 這是2019年度 落底是這樣 看懂嗎 沒有這樣不要亂追 好不好 記得 小小數A 25006999 這是張藝銘的Lite ID 加入有問題 發上來 記得留下電話 張藝銘快速回答你 把時間交給 明樂 好 那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 廣告回來繼續請 張老師幫大家進一步分析 東森粉絲耐手機 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te 說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併留下來 張藝銘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 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te是免費 說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藝銘會盡速回答你 歡迎回到掌碟密碼 這把時間交給張老師 好的 大盤的格局 當然是早就資理破碎了 為什麼 來我們看 年線 半年線 季線月線 四條均線全部往下 均線往下 本來就很不容易了 而且形成四個死亡交叉 六條均線 總共會有 四條均線 四條均線總會有六個死亡交叉 四乘三除以二 總共會有六個 目前四個了 第五個即將發生 好 電子股一樣 當然是非常慘 都四個死亡交叉了 好 電子股的格局 當然是轉空了 所以你不能在這一段 去最多 但你最多會受傷的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翻多 也沒有指定的跡象 好不好 我跟別人最大不同 就是別人看不見危險 我看得到危險 真的嗎 所以我早就跟你講 這歌曲不對了 我也不見才告訴你 不是嗎 好不好 好 電子股 全部過了 均線往下 這個下彎 所有均線跌破 而且有四個死亡交叉 股價現在在16個月的低點 非常危險 好不好 好 雪崩的時候 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我早就跟你講過了 電子股目只在16個月的低點 買進去的全部套勞 你看多嚴重 所以我跟你講 18619可能是今年 是未來3到5年 甚至5到10年的最高點 大盤目前跌2300點了 你相信了吧 我當時跟你講 你一定不相信 說要上2萬點 對不對 現在你已經相信了 好 林巴克 對不對 多空論戰 論戰什麼 70天前我就跟你講 216 我就跟你講 IC設計掛了 到今天 他還在多空論戰 不用論了啦 70天前就講了 70天前就講了 對不對 掛了嘛 天啊 你看這一段多少 34% 跌400多塊了 為什麼 原來如此 所以你看得懂 你就不會亂買 好不好 我們會心的看不怕 整個看不怕 好不好 跌那麼深的該怎麼辦 方法很簡單 股市最安全的路 就是跟贏家同行 沒有第二條路 這樣懂意思嗎 好不好 好 小老鼠A 2500-6999 這是我賴打理 你可以加入 有問題發上來 記得留下電話 這樣你會盡速回答你 把時間交給明了 感謝分析也提醒 觀眾朋友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之個別有價 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東森粉絲 耐手機 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 加入我們的Lighter 說你是東森的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 跟電話 有任何 持股的問題 就一併留下來 這位民會盡速 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ght加好朋友 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ghter是免費 說你是東森粉絲 留下姓名會盡速回答你